昨天是中國國慶 共軍派遣 包括殲-16和蘇凱三十 轟-6等共三十八架次的軍機 進入我西南空域 挑釁意味濃厚 空軍坦言 共機擾臺的行徑 朝向複雜化 此外 美國軍機昨天凌晨一點三十三分 是針對共機發出國際航行權公告 罕見使用Attention一詞 十月一號是中國國慶 共軍似乎刻意選在這天 加強擾臺行徑 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軍機在凌晨一點三十三分 針對共機發出國際航行權公告 共機擾臺次數已突破歷年紀錄 今年已超過五百架次 空軍不諱言 共機不論是頻率 架數 甚至飛行距離 都朝向複雜化 空軍運用聯合情間針 持續掌握共軍動態 台海局勢持續動盪 日本展現挺臺立場 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 日前曾指出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面對日本友臺舉動 中國國防部炮口還對準日本 無先強調 中方不滿日本防務高官 一再炒作中國軍事威脅論 對於遭日本質疑 中國強化軍事力量 則聲稱國防支出公開透明 還反咬日本大幅增加防衛預算 寫下歷史新高 上演中日互嗆局面 記者黃絕陳新榮台北報導